第一张打完就开始起高调评价的 我的建议是别评了 这么一资格评 游戏科学就是他娘的有病 就一个第二张教学官黄丰林 你说他这么大干什么 虎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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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鱼梗做了杀boss 全部都有剧情 都有独立动谱 还相互有动作派生 虎全家就等着吃河头下酒锅日子是吧 可能很多人第二张都没捋清虎全家的关系 双影号是虎爹 和他对话会说自己有俩孩子 另外俩就是兄弟 未成人的两个孩子 这游戏268 这两张就能卖268 没见过这种下十斤座游戏的 来到第三张小夕天 这雪景是真他娘的雪景 这湖是真他娘的湖 随便一个景客探索的地方都搭到没边 第三张开始 主角被黄梅暗算抓住 换到浮屠界监狱 这监狱究竟折磨先不说 已经被说烂了 玩过的都知道 咱说说从浮屠界监狱出来 跑回黄梅的地方都要玩一大小时 365里路 真的是365里路 这种剧前歌 宫崎老贼游戏里 都是瞬间传送回去 你冯济在神宝玩家方面 分分钟超越了老贼 不愧是冯济高 安森寺门口 给我整这么大一块地 一条岔路走了十几分钟 还放了一堆全新小怪 地上冒幻龙 搞得我以为 什么是什么支线幻龙boss 结果是个宝箱 好好好 十几分钟落入一个宝箱 尤其科学就是这么能长 你别说这宝箱给的东西还真好 这条路 它量的又长又香 你别以为 这就是最宽的马路 极乐大道 那才是最宽的马路 极乐大道又大又宽 一路变成狐狸 什么都不打 也要跑一会 旁边还全是插路 这些插路不是关键道具 就是直线boss 作为一个老单机玩家 第一次感觉舔兔把我舔麻了 整个雪山大部分都是上坡路 学习科学还贴心地做了重力物理 你上摩的时候 就会有上山的感觉 就会变慢 不按着跑步键会更满 我知道你这个美术顶得不得了 过到楼梯最好看 但是我也真的手疼 我这才玩了第三张 这游戏一共六张 我都不敢想要 后面还有多少内容 还没买的赶紧买 这268等于白送 第一张打完 就开始起高标评价的 真别评了 评了也可以删了 你甚至都不知道 第二张结尾是毛沾定格动画 你甚至都不知道 第二张结尾的动画 第三张还是个支线 评什么评 你拿什么评 高老师是玩玩再评